《中世纪史》第十版 作者 朱迪斯·本内特·沃伦·霍里斯特 杨宁·李韵一致 第九章 征服十字军和迫害 约1100至1300年 引言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中世纪中期的欧洲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其中有不少是非常大的进步 农民从田里收获更多的庄稼 人口快速增长 商贸迅速扩张 城市一个接一个兴起 容纳越来越多的货物和商人 贵族们更好地掌管着自己的军事力量 发展出一种歧视文化 混杂着基督教道德与传统的暴力价值 基督教会在改革后的教皇政权 以及一批新的修会的领导下 重振凶风 同时借用著名史学家罗伯特·巴特列特的话说 这几个世纪也看到了欧洲的欧洲化 换句话说 也就是第一个欧洲查理曼帝国时的法国 一北和西边的日尔曼中国和亚平民半岛北部 将其价值观与文化传播到越来越多的地方 逐渐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和谐的西方基督教界 这一过程一方面靠的是外在的征服与殖民 西方基督教界的面积在中世纪中期时几乎翻了一倍 刚吸收入基督教界的新地区 比如马扎尔人的匈牙利 穆斯林安达鲁斯王国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 在改姓基督教的同时也欧洲化了 这些地区嫁入西方基督教界 最明显的表象就是 有越来越多的女孩起了圣母玛利亚的名字 在基督教化的伊比利亚 一个起基督教名玛利亚的女孩 一方面表达了她的宗教信仰 一方面象征了她的欧洲性 欧洲化过程的另一个方面是 欧洲内部的文化同质化 早在664年的惠特比宗教大会上 就出现了强调统一性的痕迹 当时的爱尔兰基督教派就被代人 也有人会说是被强迫融入天主教习惯 这一趋势在中世纪中期持续进行 其结果可能是在给南英命名这件事情上最能体现出来 一千年时 人们给南英起的名字多半反映了当地的传统习俗和当地的保护神 比如苏布兰人习惯起名马尔康姆 法国南部习惯起雷蒙 波罗的海地区习惯起赫尔曼 到一千三百年时 有的新生儿父母们仍然偏爱当地的传统 但更多的家长会从少数几个通行于全欧洲的名字里 选择孩子的名字 无论出生在苏格兰 法国南部还是波罗的海 14世纪的男孩们起的名字都是这几个欧洲名 其中最流行的当属约翰 威廉 托马斯 和亨利 欧洲的欧洲话加强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 欧洲话也带来了残酷的征服 无与迫害 一些民族被完全吸纳入欧洲文化和欧洲社会 与此同时 另一些民族却惨遭驱逐 犹太人就是一个悲惨的典型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 犹太人在这几个世纪里 时不时面临着宗教死亡驱逐的命运 也有其他民族深受其害 我们在这一章所读到的种种征战 十字军东征与大迫害 其背后有许多原因和动机 但凡此种种的部分根源都是基督教军事力量的增强 对许多欧洲人来讲 基督教当然是天主教 意味着教化的标准和可以接受 可以容忍的标准 任何处在这个标准之外的事情 都是野蛮的 不可容忍的 有敌意的 征服与疆域扩张 我们在第七章已经看到 中世纪中期欧洲的转变 一大特色是开拓内部的疆域 清除森林 膝盖湿地 填海造田 除这种内部的殖民以外 还有外部的扩张 有一部分穆斯林 拜占庭和斯拉夫人的领土 都在欧洲文明的扩张中 收归西方基督教界 欧洲的扩张在11世纪时 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查理曼大帝就将法兰克统治 与基督教扩展到日尔曼诸国 他还在伊比利亚的巴塞罗那附近 建立起了一个基督教前沿阵地 十世纪时 波西米亚和波兰的改宗 将西方基督教界的边境 继续向东向北推移 波西米亚人在十世纪早期改姓基督教 当时他们正四处寻求帮助 以击败马扎尔人的侵略 于是就很容易受日尔曼文化的影响 波兰的改教则受益于 又一起家庭劝医事件 964年波西米亚国王波勒斯拉斯一世的基督教女儿 杜布拉娃与波兰君主梅什科成婚 两年后梅什科就皈依了基督教 在一千年到来之时 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侵略已不复从前 匈牙利和斯坎迪纳维亚半岛的基督教化 更进一步推进了西方基督教界的边境线 接下来在十一十二十三世纪 越来越多的贵族子嗣由于人口的增长和长子继承制的实行 而不再拥有土地 就去西方基督教界的前线地带淘金 和他们同行的还有为数更多的农民 他们因为人口膨胀而无地可重 这些农民提供了征服新土地所需的劳力 他们的背后还有教会的支持 此时的教会已经经过教皇制和修院改革势力建长 教会宣称 年轻的武士在边境地带为自己开垦新地 就是在像伊比利亚、西西里、叙利亚的穆斯林 以及东方的斯拉夫人宣讲天主教教义 因此也就是在为天堂争取财富 土地、金钱和永恒的救赎 这些就是吸引中世纪武士开垦边境的奖赏 伊比利亚 就这样 全基督教界 特别是法国的骑士探险家们 在十一世纪时 以庸而起 向西南进军 开始帮忙从伊斯兰手中夺回伊比利亚 安打鲁斯在十世纪时非常繁荣 特别是在阿博多勒拉赫曼三世 和伊本、阿比、艾米尔的长期统治之下 在一个世纪国泰民安 经济繁荣的局面之后 随着曼苏尔的去世 统一的哈里发渐渐分裂成相互征战的小国 半岛北部的基督教统治者们也各自统治着一小块地方 相互之间经常打仗 几乎无法统一行动 但是随着安打鲁斯的穆斯林王国逐渐分裂 他们也渐渐抓住机会消灭穆斯林对手 或者通常是这样威逼他们纳税进贡 信仰基督教的卡斯提尔王国冲在最前面 在1085年占领了穆斯林的一个大城市托雷多 后来托雷多成为一个学术大熔炉 伊斯兰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此碰撞交融 由当地的犹太人充当中介人 12世纪许多阿拉伯科学家哲学著作 就在托雷多被翻译成了拉丁语 吸引大量的西方学者前来研习 在占领托雷多之后的几十年内 基督教军队的进展非常缓慢 在最远的西侧一个新的基督教国家 葡萄牙兴起 在半岛中部卡斯提尔人继续攻占 托雷多南部地区 在东北地区基督教国家阿拉贡 渐渐发展壮大 在1118年攻占了穆斯林把持的萨拉格萨 从而与富裕的基督教军县巴塞罗纳连结起来 但之后就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 一方面穆斯林富裕顽抗 另一方面基督徒自己也在相互残杀 11世纪末期 西班牙的穆斯林已经开始向北非的穆斯林寻求帮助 或多或少的让西班牙的残余穆斯林组成了一个白白尔帝国 这个白白尔帝国在两次原教旨主义运动中发展起来 一次是从11世纪中期到12世纪中期 统治着北非的阿尔摩拉维德王朝 他们坚持按字面意义执行古兰经教义 他们最伟大的领导人优索夫一本塔舒芬 收到一封从塞维利亚寄来的求救信 结果他先是出兵相助 接着便把他们征服了 1090年时他控制了大部分穆斯林西班牙 他的后人也一直统治着这块地方 直到1148年 接下来另一只白白尔人取代了他们 这只新势里是阿尔摩哈德王朝 他们认为如果太拘泥于古兰经的字面意义 就像阿尔摩哈维德王朝那样 就会产生多神论 西班牙穆斯林人一开始很欢迎白白尔人的援助 因为他们不仅带来了军事力量 打跑了基督徒 还带来了宗教改革 但是最后他们还是无法忍受白白尔人 有心无意地臣服于他们的统治 甚至公然反抗 最后正当穆斯林因内部分争而折腾的 有气无力时 基督徒也差不多这样了 以比利亚北部的基督教国家之间 一直战乱不断 有的还参合到法国南部的正式中去 结果就是早期的重新征服 其实就是一群统治者之间的战争 每个人都想守住并扩张自己的领地 通常是基督教君主和穆斯林君主之间的战争 但不总是这样 实际上基督徒与穆斯林联合对付另一股基督徒的事 也不少见 土地和胜利可比信仰重要多了 12、12年之后 缓慢的征服过程开始加速了 教皇英诺森三世宣布发动宗教战争 意在扫清伊比利亚的穆斯林 卡斯提尔国王靠着从全欧洲招募来的庞大的骑士军队 从托雷多出发 在纳瓦斯·德·托洛萨一役中大败穆斯林军队 穆斯林一决不准 富饶美丽的克尔多瓦 安达鲁斯曾经的都城吸引奥利亚克的格伯特不原千里赶来学习的学术之都 也在1236年被卡斯提尔征服 拥有克尔多瓦发达的农业和牧羊农场 卡斯提尔已经占领了伊比利亚半岛的中心地区 在西面 葡萄牙人稳健的望南推进 将住在大西洋沿岸的穆斯林驱逐出去 在1250年左右 到达了现在的葡萄牙边境 在这几年里 阿拉贡国王向西南进军 越过了富饶的瓦伦西亚沿岸地区 征服了马略卡岛 米诺卡岛 以及巴里阿里群岛的其他岛屿 1264年 穆斯林在伊比利亚的势力 已经仅限于格拉纳达这个南部小国了 这一块小地方在1492年以前 一直都是穆斯林的国土 从13世纪中叶起 基督徒就控制着伊比利亚半岛几乎全部的土地 而且主要有三个国家分治 卡斯提尔 阿拉贡和葡萄牙 从政治上讲 重新征服伊比利亚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基督教的国王们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 在13世纪迅速地扩张了基督教界的边境线 他们还希望信仰基督教的农民能够来到新占领的土地上耕种 以推进基督教在当地的发展 不过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强迫穆斯林和犹太教新臣民改变信仰 理论上讲 在基督教新占领的土地上 穆斯林应该一个都不能留下 二者的教义都有相关规定 按伊斯兰教义 这些残余的穆斯林应该移民到其他穆斯林国家 按基督教教会的规定 他们应该被驱逐出去 但大多数穆斯林都留了下来 有的地方 比如拥有25万穆斯林的瓦伦西亚地区 穆斯林在人数上还超过了基督徒 信仰隔离政策比较粗略地实行着 穆斯林村庄和基督教村庄被隔开 基督教城市里也专门画出穆斯林地区供穆斯林居住 另外还发布了一些规矩禁止穆斯林做一些事 比如和基督徒买卖土地 一种和谐共存的状态还是被建立了起来 十三十四世纪时 基督教国家里的穆斯林人甚至生活得还不错 不过正如一位历史学家的一个狠形象的比喻 基督教征服后的穆斯林社区 就像在学术和政治上被砍了头一样 犹太人在人数上比穆斯林少很多 可能整个半岛合计也不过五万人 大多数犹太人都住进城市里 集成千人左右的小社群 托雷多的犹太人社区约有两千人 这就像是整个半岛最大的犹太人社群了 和穆斯林一样 犹太人也被看作另一种人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而且被刻意高额说服 起先基督徒对他们还是挺好的 但到了十四世纪 灾难性的事情发生了 多名我会的托伯僧们 诋毁他们的宗教 还逼迫他们礼貌地听着 他们被迫佩戴特别的勋章 还得付十一税给基督教会 接下来他们就面临着群体性的暴动 1328年 纳瓦拉爆发了针对犹太人的袭击事件 1331年 赫罗那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1355年 皇家军队在托雷多指使了一场大屠杀 塞维利亚的犹太人在1391年 或被逼改教或惨遭杀害 整个半岛的犹太人或被杀害 或遭改教或移民他乡 到了十四世纪末时 一比利亚的犹太人口几乎减至了一半